五一黃金週五日假期臨近 銀行局表示假期機票需求大 價格亦上升 旅遊網站的數據顯示 機票的預訂量已經大幅超越前年同期 較去年同期比較 增長更加超過25倍 而國內機票的平均價格 較疫情之前順暢超過1倍 去到1050元人民幣 其中海南三亞和澳門都是熱門的目的地 有內地市民說難得可以出去玩 不介意花多一點錢 假期第一日的火車票星期六開始發售 不少的內地網民都反映搶不到 鐵路部門預計 五日假期主要以中線旅遊 探親等的客流為主 而內地旅遊預訂平台 攜程發表報告 說五一長假的旅遊需求 延續清明假期的強勁復甦趨勢 預計出遊街人次 有望突破前年同期的水平 達到2億人次